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探索节目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保时捷中国与经销商们之间的故事 这是一个充满戏剧性和挑战性的故事 关于汽车行业的变革和保时捷中国如何应对市场挑战,寻找新的商机 保时捷中国和经销商们一直保持着长期互信的对话 探讨各种问题,包括商务政策和电动化转型等 力求在挑战中找到新的机遇 但是,保时捷中国面临着许多困难 包括市场需求下降和电动车销量不佳等 我们将继续关注保时捷中国在这场商战中的表现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炎炎夏日的5月27日晚间 保时捷中国和其授权经销商们终于忍不住发布了一份联合声明 用优雅的德语和标准的普通话告诉世界 你们这些瓜友,别闹了 这份声明堪比一部商战大片 讲述了汽车行业的风云变换 保时捷中国和经销商们如何在大变革中 共课时间寻觅新的商机 根据澎湃新闻的报道 这份声明犹如一封情书 资自居居透露着保时捷中国与经销商们的相爱相杀 声明中提到 他们保持长期互信的对话机制 探讨从商务政策到电动化转型等各种问题 力求在挑战中找到新机遇 一看就是一场暴风雨中的握手言和 毕竟面对中国市场的变化 谁不头疼呢 然而不是所有的故事都有个幸福的开头 此前社交媒体上已经炸开了锅 有人传保时捷中国的经销商们 发起了一场逼宫行动 目标直指德国总部 根据业内人士的爆料 因为保时捷中国为了完成销售人物 不断向经销商压库 这导致经销商们资金压力三大 纷纷表示吃不消了 一位微博认证为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成员的博主 详细介绍了这场逼宫戏码 经销商们抗议抵制 停止提车 甚至要求更换中国区高管 虽然这位博主后来删除了相关微博 但这场风波已经彻底点燃了网络热议 再来看保时捷中国的销量数据 那简直是一个重磅挂 据澎湃新闻报道 保时捷全球执行董事会主席奥伯木 面对媒体时曾表示 保时捷不打算加入中国市场的价格战 然而 业内人士却透露 中国市场上的保时捷车型 优惠力度正逐渐扩大 尤其是纯电车型 Taycan的折扣已达十几个点 数据不会撒谎 今年第一季度 保时捷在中国的交付量仅为1.63万辆 同比下降24% 这可比全球4%的跌幅严重多了 一年一度的销售大考 保时捷中国连续三个季度成绩不佳 从2022年开始 销量的颓势就已经显现 2022年 保时捷全球交付量增长2.6% 而中国市场却逆势下跌2.5% 到了2023年 全球交付量再度增长3% 但中国市场却继续跳水 同比下降15% 那么保时捷究竟为何在中国市场上随途不服 业内专家普遍认为 这与保时捷的电动化转型密不可分 从2019年推出首款纯电动跑车Taycan开始 保时捷便踏上了电动化的不归路 然而 第二款纯电动车系 全新纯电动Macan 直到今年1月才参参来迟 按照保时捷的蓝图到2030年 他们计划将80%的新车销量转为纯电动车型 并计划在未来5年内投资200亿欧元 用于数字化 保时捷中国总裁及首席执行官 科士迈曾豪言壮语 我们会做好电动化转型工作 他认为中国的新能源车在合理的价格区间内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 但在豪华电动车领域还没有一位真命天子出现 然而现实却像一盆冷水破了下来 中国豪华电动汽车市场的竞争已经进入白热化 比亚迪推出了高端品牌仰望 宣布进军百万豪车市场 路特斯电动跑车繁花也在今年粉末登场 广汽埃安旗下高端品牌豪博推出的纯电超跑 豪博SSR售价也直逼百万元 未来则在2023年底亮相了百万旗舰车型ET9 各大车企轮番上阵 保时捷在这场豪华电动汽车的龙虎斗中 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保时捷中国与经销商们面对的挑战 不仅仅来自市场内部 还有外部的种种压力 中国消费者的需求日新月异 市场竞争如火如荼 电动化转型如同一场生死大考 保时捷中国和经销商们 在这场商战中的表现 无疑将成为未来汽车行业的一大看点 保时捷中国和经销商们发布的联合声明 犹如一份战书 宣告他们将携手共景 共克时间 然而 面对中国市场的复杂环境 他们是否能找到新的增长点 实现全面转型 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在这场豪华电动汽车市场的争夺战中 保时捷的表现无疑值得我们持续关注 总的来说 这场保时捷中国与经销商们的工斗剧 充满了戏剧性和不确定性 无论最终结果如何 他都为我们揭示了在全球化背景下 跨国企业在不同市场中的种种挑战和机遇 保时捷中国能否在电动化浪潮中逆风翻盘 成为电动汽车市场的王者 还是会被市场淘汰 拭目以待 无论如何 这场商战的精彩程度 已经远远超越了很多影视剧 让我们一起期待下一幕的到来 在豪华车制造商的世界里 有些事情是不会随便说出口的 比如利润下滑 这种让人心情沉重的字眼 近日 保时捷公司发布的财报 显现出了一些令人不安的趋势 根据财新报道 保时捷首席财务官Lotz Meshki 在媒体电话会议上谈言 尽管今年的订单基本已经排满 但公司正面临电动McCAN和911等 新车的产量和回报压力 他乐观地预测 2025年利润应该会强劲加速 但目前的情况却让人心头一紧 初春的阳光还没完全照亮 保时捷的财报 公司的第一季度回报率 便降至14.2% 低于分析师的预期和年度指引 这家总部位于德国祖文豪森的汽车制造商 依旧坚持全年业绩的目标 包括高达420亿欧元的预期集团收入 然而经济衰退对豪车制造商的影响虽然相对娇小 但中国市场需求下降却是另一亏使 作为保时捷最大的单一市场 中国的消费者似乎对豪车的兴趣下降了不少 今年第一季度 中国市场的交付量下降了24% 只有16340辆 长期以来 中国市场一直是保时捷的大本营 但随着房地产危机和经济疲软 消费者的购买力明显下降 Burnstein分析师Stiffen Raidman 在公司财报前的报告中表示 必须看到更多证据表明保时捷管理层 对其可以控制的流程有掌控力 尤其是在中国市场的地位上 4月25号 北京车展开幕时 Meshki看到了中国电动汽车领域的飞速发展 比亚迪等本土企业展示了最新的技术成果 让Meshki惊叹不已 中国本土品牌在电动化方面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 Meshki说道 作为欧洲品牌 我们必须密切关注形势 然而 美丽的展览 并不能掩盖保时捷面临的销售困境 据财新透露 2024年一季度 保时捷中国销量同比下滑23.5% 仅为16340辆 在市场下行期 国内曾多次出现经销商联合起来向车企施压的事件 这一次 保时捷中国的经销商也不例外 纷纷对新车销售亏损表示不满 5月27号 保时捷中国发布声明称 将与经销商共同应对市场变化 双方探讨的内容包括商务政策 本土客户需求洞察 以及电动化转型等 了解情况的人士透露 部分经销商没有签订2024年销量目标计划 并停止提车 他们甚至向保时捷总部发函 要求补偿新车销售亏损 更让人头疼的是 保时捷的纯电 东车型销量不佳 经销商对销售这类产品的积极性也不高 保时捷全球销售董事 最近也到中国与相关负责人和经销商进行沟通 试图找到解决方案 但截至目前尚不清楚 双方是否达成了具体的共识 保时捷中国2024年的销量目标 原本为7万辆 但由于百万元级别汽车市场整体低迷 保时捷正承受巨大的压力 新车型没有足够的市场竞争力 加上经销商数两个的快速增长 经销商不得不牺牲利润 通过降价来吸引客户 此前 中国是保时捷全球销量最大的市场 2021年和2022年 中国市场销量在保时捷全球销量中 占比分别为32%和30% 然而 2023年情况急转直下 保时捷中国销量同比下滑15% 市场份额跌至125 北美市场一举超越中国 成为保时捷全球最大的市场 2024年一季度的数据也没有带来任何鼓舞 中国市场销量同比下滑23.5% 北美市场则下滑了23.2% 尽管德国和欧洲市场保持了增长 但中国和北美两大市场的颓势 导致保时捷全球销量同比下滑3.9% 保时捷的纯电动汽车销量也不尽如人意 2024年一季度 保时捷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仅为5.6% 而2023年一季度 这一指标为11.4% 保时捷表示 纯电动汽车销量下滑 主要是由于纯电动车型Taken处于产品换代周期 财新向保时捷中国问询销量下滑原因 以及电动车型市场表现 但未获具体答复 传统车企的销售模式是先将车辆批发给经销商 再由经销商零售给终端消费者 这其中的博弈关系也让人头疼 车企一般会在年初与经销商协商制定全年销量目标 并围绕该目标制定经销商商务政策 例如经销商完成销量目标 厂家将给予返利奖励 完不成任务则拿不到足额返利 如果车企产品市场竞争 力不足或销量目标不合理 经销商为了完成销量或降低库存 大幅降价销售将面临亏损 在汽车市场下行期 国内曾多次出现经销商联合起来 向车企施压的事件 近年来 中国本土品牌借助新能源汽车的增长机会 不断扩张市场份额 合资车企销量下滑 经销商面临转型压力 保时捷的售价最低车型也在50万元以上 锁出的高端区间原本是最为安全的 但如今也开始出现挑战者 比亚迪在2023年推出了豪华品牌仰望 其首款车型U8售价高达110万元 比亚迪称仰望U8车型2024年4月的销量达到952辆 交付以来 累计销量超过6000辆 综上所述 保时捷正面临着诸多挑战 从中国市场需求下降 经销商的不满 到纯电动车型销量下滑 这些问题都是保时捷需要解决的难题 尽管首席财务官Lotz-Meschke 对2025年的强劲利润增长充满信心 但眼下的现实却不容忽视 豪车市场虽然光鲜亮丽 但背后的经营压力却是无比沉重的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6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